109年市長林仲智瑞芳區秩序會議 會議開始 去年一整年我們的聯邦案件 提案數個68件 建立的62件 建議設立文化五十三塊園區 現在目前打石場 他並不具有文化資產的身份 如果需要去做一些屏幕的話 我們就是希望 立場能夠提到 我們一些具體的位置跟範圍 那我們就會直接的進行 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 會看的屏幕 如果這個步道 兩條步道能夠先做的話 我想它天然的一些環境的話 慢慢再來修繩 就可以吸引大批的遊客 一步道的總結環境改善為止 好不好 所以村長剛剛提出來的 一步一步來 把他整個大位 建議生後 鐵道的這輛車 71.2K處 能夠做邊坡維護 極臨美化 另外一個還有全面所有公園 另外一個地景都很漂亮很美麗 所以就插到這一段 看起來在那邊很整齊 其實它是非常雜亂的 去做進一步討論 如何能夠在安全第一的考量之下 去跟公民總局做進一步的這個 細步的去規劃 或者是看怎麼樣 不管是經費或是空 只要做這個分工一下 其實我們去會翻來以後 這個就要要求他們列管 公務總局要來接觸 就是這次 所以我想我們商談幾下 因為這個其實要 全國的公務總局 我們會請他們 欣賞或眾事務的工作 我們繼續列管 繼續追蹤 那真的謝謝大家的辛苦 因為這一次的 新冠病毒的因素 疫情目前還沒有看到終點 市政跟疫情都要同時並進 我會做一個不絕的地方 我會經營我們 要我們自己的事情做會 謝謝大家 謝謝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